好 接下来我问个现场观众问的问题 他说 我特别佩服探险家的野外生存能力 为了活命什么虫子都敢吃 如果跟着您的话 是不是在野外吃素的也能活下来 我至少能够活半个月 因为我知道哪些是有毒的 哪些是可以吃的 而且植物里面哪一种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 哪一种含量比较低的 这我都知道 你比如说大吉克你就别能吃 骨头你不能吃 那瑞香这个开花很漂亮的 你也不能吃 粘都不能粘 那各种蘑菇呢 有的有毒 有的没毒的 蘑菇颜色淡一点的 白一点的 可能先做点动物实验 有一次跟你说 在西藏 在那个3700米的地方 下雨以后我们看到一种蘑菇 这蘑菇呢 看着像个啥样的 颜色花斑斑的 在我的经验里面是不能吃的 鲜艳的 颜色太鲜艳了 可是我们有一个祥导 说这个很好吃 我们就采了 我是厨师 我就做出来 但是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有 我们做出来以后呢 先让那个祥导尝了一尝 他吃了以后呢 我们就吃了 我那个队友啊 哎呀 真好吃啊 真好吃啊 我们再去采 第二天天晴了 天晴了就没了 找不到 很可惜 但是确实没事 没事 您这句话 刚好也说到我心里的想法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那个牙膏我转送给同事了 我先看看他们用完以后 效果怎么样